陆子林一上任相约 就施展出非凡的办事能力和组织才能 他用白露仓拨给他的十分有限的经费 在白露镇买下一院破落户的民房 房屋已经破败不堪 庭院里散发着一股酸鸡鸡臭烘烘的气味 他故请来喂木匠 向所辖的十个村子摊派小工 把三间大厅和两间厢房全部翻修以新 把临街的已经歪扭的门楼彻底拆除 用蓝色的砖头垒成两个粗壮的四方门柱 用雪白的灰浆勾示了每一条砖缝 然后安上两扇漆成黑色的宽大门板 在右手的门柱上挂出一块白地黑字的牌子 资水县白露仓第一保障所 多年来一直破败不堪的居民小院 完全焕然一新 在灰暗衰老的白露镇上立即昭示出一种奇异的棋子 皇帝在位时的行政机构 齐茬废除了 县令改为县长 县下设仓 仓下设保障所 仓里的官员称总相约 保障所的官员叫相约 白露仓原是清廷设在白露园上的一个仓库 在镇子西边三里的旷野里 封年储备粮食 灾年镇纪百姓 只设一个仓政的官员 负责封年征粮和灾年发放镇纪 再不管任何事情 现在白露仓变成了行使革命权力的行政机构 以不可与过去的白露仓同日而语了 保障所更是新天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 侠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 当白露仓的总相约 田福贤要陆子林出任第一保障所的相约那阵 陆子林听着别扭的保障所和别扭的相约 这些新名称满腹狐疑 拿不定主意 推诿自己要做庄稼 怕没时间办保障所里的事 当他从县府接受训练回来以后 就对田福贤是一种知欲感恩的感激心情 陆子林在县府接受了为期半月的任职训练 受训结束的前一天 县长史维华再一次到场训事 发给大家每人一身青涩的制服 换上了一色仪式制服的各仓 总相约和各保障所的相约们 一起同史县长合影留念 这无疑是资水县历史上别开生面的一张历史性照片 陆子林脱下长袍马褂 穿上新制服 到大镜子前一照 自己先吓了一跳 几乎认不出自己了 停了片刻 他才相信那个穿一身青色阳部制服的陆子林 仍是那个穿长袍马褂 长条脸 高额头 深线的眼睛 长长的眼睫毛 捅直的鼻子 俊俏的嘴角 这个陆子林比那个陆子林更显得精神 一天后晨 两个正在朱先生的白鹿书院念书的儿子 文迅跑到县府来看望他 看见他一身制服 就惊得呆愣愣的瞅着 陆子林哈哈笑着 搂住儿子说 把革命来 大儿子赵鹏说 爸 你都搁命了 还让我念古书 我想到城里的新学堂去念书 科举考试早都废纸了 再念老书 没一点点用处了 二儿子赵海也附和着哥哥的话 好几个生员都走了 到城里的新学堂念书去了 我跟哥哥一块去 陆子林很爽快地说 去 你俩一搭去 使县长说了 咱县上也正在筹划新学堂呢 墓子林日暮时回到白鹿村 在街巷里遇见熟人 全都认不出他来 他对这种反应已不奇怪 做出无所谓的样子 回答他们的询问 啊 在县府受讯 满了 十五天满了 那这医生啊 哎 制服吗 走进自家院子 他的女人端着一盆干水 正往牛圈走 吓得双手失措 就把盆子扣到地上 陆子林走进上房 向父亲请安 太衡老汉眨巴着眼睛 把他从头到脚 瞅了半傻 惊奇地问 你的辫子呢 陆子林早有准备 凡是受训的人 齐茬都讲了 这保障所是革命政府的新设机构 咋能容留倾家的辫子呀 太衡老汉闭嘴 闷声了 白鹿仓总相约田福贤 邀请陆子林出任第一保障所相约的时候 陆太衡出于自家在白鹿村处境的考虑 支持儿子到白鹿村外边去闯试试 现在自然不能为儿子丢掉辫子 再说二话 陆子林恭恭敬敬 向父亲汇报了 在县府受训的情况 太衡老汉听了 说 甭忘了你老太爷的话 陆子林说 那忘不了 第二天 陆子林就着手 交办买房修房 创建保障所的事 他在白鹿村和白家轩搭手修建祠堂 创立学堂 修补铺子围墙 结果却只是增加了组长白家轩的功德 现在他将第一次出面独立行事 就决心要办出个样子来 在白鹿村 他的财富可以累加 却与组长的位置无缘 现在他是保障所的相约 下辖包括白鹿村在内的十个村庄 起码不在白家轩之下了吧 他按照县府规定 给保障所的边缘人数 物色聘请了一位书首 姓王 是大王村的一位学子 写的一首好字 人也精感 到保障所修建完成 他和王书首就在厅房里坐下来 摆出办公的架势了 第一保障所创建成功 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陆子林首先邀请了 顶头上司总相约 天福贤 还邀请了第一保障所 所辖管的十个村子里的官员 包括白家轩在内的各村的组长 又邀请了白鹿苍 另外八个保障所的相约 再就是镇子上的几位投面人 中医堂的冷先生 杂货铺的阁掌柜 两殿的崔掌柜 本保障所辖管的十个村子的 绅士和财东也都一个没有遗漏 第一项仪式是挂牌 白鹿苍总相约 田福贤把挽着红绸的木牌挂在右手的四方门柱上 然后鞭炮齐鸣 又三声冲响 把人们震得耳鸣心跳 在乱糟糕的恭贺气氛里 陆子林却想起了老太爷的话 中了秀才 放一串草炮 中了举人 放锐子炮 中了进士 放三声冲子 他现在是保障所的相约 草炮 雷子 冲子 都放了 老太爷在天之灵 便可得到慰藉 陆子林在镇子的饭馆 包下五席饭菜 跑堂的 长着红漆木牌 把菜送到保障所里 酒过三巡 陆子林致辞欢迎 田总相约 做指示 各位同僚 各位投面人物 相互祝贺 恭维 白家轩坐在这里 很难受 听着这些人说话 更难受 他怎么也消除不了 心里的谜团 这些人在这里 是谁 他几次想把祖书祖先生 写给张总督 并遥念 这有没有信息 他清楚 陆子林不是张总督 他自己也不是朱先生 念了也没有用 他应酬着 做了一阵子 再也做不下去 就起身 告辞了 陆子林 捏着酒中 走过来 拉他再饮 家轩哥 日后 还望你 宽容兄弟 这不周啊 白家轩 装出贺达的样子 说 这话不能再往下说了 再说就见外了 我有事 得先走一步 陆子林热情的 拉住不放 啥事啊 紧得要走 白家轩 正脱了手臂 离开了桌椅 黄牛 行犊子来 我得去配种 陆子林扫兴地闭了嘴 再不挽留 白家轩 得到通知 到保障所开会 十个村的官人 全部到齐后 陆子林传达了 县府史维华县长的命令 要对本县的土地和人口 进行一次彻底清查 先由保障所 逐村逐户 核查造册 再由白鹿舱 汇总之后 统一到县府 加盖印章 一亩一张 一丁一张 按土地亩树和人头 收缴印章税 白家轩还没听完 就突然想到 保障所挂牌吃喝那天 自己没有说出口的话 这些人在这儿 吃谁的 然后他做出一副 轻松的样子 对陆子林开着玩笑 说 子林兄弟啊 是不是挂牌那天 吃下窟窿吗 陆子林正怀着上任后 第一次执行公务的神圣和庄严 一时变不过脸来 虽然被这话噎得难受 却只能是玩笑 且当他玩笑 哎 家轩雄 骗什么言传 这是市县长的命令 但是心里 却不由的 懊恼起来 印章税收齐后 县府 舱和保障所 按721 比例 开称 上交县府7城 舱里抽取2城 保障所 留下一层 作为活动经费 以及官员们的俸禄 因为没有各村官人的份 所以此条属内部掌握 一律不朝下传达 陆子林恢复平静以后 就强烈的意识到 现在不能示弱 否则以后 这事情就难办了 医师说 各位 咱们呢 官室官办 私事私了 属于兄弟和各位私人交情的事 咋都好说好办 啊 属于官室 那就得按县府的条律之行 史县长再三说 必须服从革命法令 建立革命新秩序 有人问 那谁要是实在没钱交 咋办呢 陆子林说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又有人说 要是想不下办法 咋办呢 现在清皇不接 去年秋里遭了汗 村里多把人吃事 接不上心脉啊 陆子林说 办法只要想 总是能想得到的 各位回村以后 啊 牙口 放得硬一点 白家轩就不再说话 领了陆子林散发的通告 静止走回白鹿村 白家轩从造家树上用铁仙产下几树造家刺 把书有史维华县长名字的通告扎到祠堂外的墙壁上 然后敲锣 把通告的内容归纳成最简洁的几句话 从村子里一边敲过一边喊 一母一张 一人一张 暗张纳税 月内交旗 抗拒不交者 以革命军阀处置 白家轩绕村一炸 回到祠堂放下大罗的时候 通告前已经围满了村民 大家是议论纷纷 听不清楚 只听得一句粗话 这反正倒反成个罪子来 这县长倒是个罪子县长 祠堂门外的嘈杂声 搅扰了徐先生的安逆 后场放学以后 孩子们背上竹笼 提上草帘 去给牲口割草 徐先生就到河边去散步 杨柳泛出新绿 麦苗破一层绿毡 河岸上绣枝着青草 河川里弥漫着 幽幽的清新爽朗的气息 他一边躲着布 一边就吟诵出长短句 但回到祠堂里 就书记到纸上 县已有一后罗 提为滋水吉 徐先生到白鹿村来 作馆执教 免除了在家时沉重的 田间劳作之苦 过一种平静无扰的清闲生活 他沿着河岸 悠悠漫步 眼前总是飞舞着 祠堂门外那张盖着 县府大印 属有县长姓名的通告 耳畔又响起村民们的议论 和粗鲁的谩骂 心里竟然砰砰 博响 清廷的皇帝 也没有征收过如此明目的赋税 只是缴纳黄粮就完了 柯正猛于虎啊 徐先生不觉说出口来 随之就吟出一首长短句词章 在他的吟诵山川风月的滋水吉里 这是唯一一首讽语时政的词作 别句一格 徐先生保持着早睡早起的良好生活习惯 他刚刚吹灯躺下 就听到叩鸡祠堂大门铁环的响声 他穿戴整齐之后 又叠了被子才去开门 黑暗里听出是白家轩 连忙引入室内 白家轩说 我想起事 徐先生盲问 你起什么事啊 白家轩说 给那个死人一点颜色瞧瞧 扫一扫他的脸皮 这个死人指的是史县长 这个姓史的史和死活的死 在陕西话里是一个音 所以白家轩把史县长叫做死人 徐先生一听就听明白了 急忙问 那咋样闹呢 造反 哎呀 我一个笨庄家汉 一不会耍刀 二不会弄棒 快枪连剑都没见过 造啥反呢 白家轩说 这暗人暗母 收印章税 这明明是把刀架在咱们庄家人脖子上 搜腰呢 这庄家还能做吗 做不成了 哎 即使做不成庄家了 把那农器庚具交给县府去 交给那个死县长去 不做庄家了 徐先生沉默不语 白家轩接着说 哎 你是知书实理的读书人 哎 你说 这样弄 这算不算犯上作乱了 这 这算不算 不忠 不孝啊 不算 徐先生回答 对明君要尊 对婚君要反吗 尊明君是中 反婚君是大中啊 好啊 徐先生 我还担心呢 你怕惹事来 白家轩说 我还想啊 请你 写一封 传帖 哎呀 对